下午1点钟 欢迎回到非凡响先报的现场 台股今天继续观望 观望的氛围还是持续的浓厚 所以看到台股今天又呈现开高走低 已经连续三天都是呈现开高翻跌 开高压低的情况 目前是跌25点 指数14726点 在午盘过后 好一点钟之前 突然又有一波的压力加压 不过好在现在有开始向上的扬升 跌幅稍微止住 目前跌0.2% 指数14722 而在贵买的部分也同步 开高走低翻跌 刚刚尾牌有一些卖单在做调节 目前也稍有止缓 下跌幅度0.75% 今天为什么观望呢 国际国内都有 国际的部分当然大家在等待着 联准会接下来的一个通膨数据 虽然这两天看到联准会的官员们 都有出来谈话 鲍尔并没有给大家意外的鹰派言论 所以看起来以鸽派解读 但是还是有一些官员 认为通膨的水位还是非常的高 所以在今年还要继续升息 这样的一个高利率的水准 可能要维持好一段时间 当然就以经济数据为准了 所以今天要观望的是 美国会有接续的一些通膨相关的数据 那就看这数据到底要佐证 到底是鹰派的说法比较有道理呢 还是鸽派真的能够有一些希望开始产生 所以在国际面上面是 有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正在等待当中 但是美国期货盘早上观望 却往上翻扬了 目前上涨0.1%的幅度 那亚洲盘的部分今天看到韩国股市 日本股市都有继续的跟着 美国期货盘而跌高 倒是大陆股市跟港股 最近非常强的陆港股 今天呈现震荡有些下滑 下午盘开盘出来 目前港股跌0.5% 而大陆股市是跌0.2% 及0.03% 我们台股呢 我们台股的观望氛围更浓厚 天天开高走低 今天又特别因为我们在聚焦 大立光还有台积电的法说会 所以观望的氛围比别人更浓厚 目前大立光股价是下压的 下跌40块钱 价格2150元 而台积电 台积电也是重头大戏 这么强健的一个机优声 这个全球半导体的龙头 到底会释出什么样的风向球 让大家可以更清楚 在整个电子半导体 未来的一个前景跟展望 不过目前台积电的骨架是涨的 观望的氛围浓厚之下 但骨架却是涨的 骨架先透露出来一些端倪吗 好 再来第三个 我们在观望的是强加效应了 因为我们比别人先提早放农历年 提早先封关 只剩三个 只要一日又半小时 我们就要进入到农历春节的架期了 所以我们的观望氛围 调整持股的部分 当然就会比别人来得更提早 更浓厚一些 因此压抑住台股今天开高 呈现压低 但是有火种在的 今天还是有续长的族群性 跟个股表现 我们来看看今天抗跌的焦点有 首先传产类股 看起来传产类股比电子股来得稳健 包含钢铁族群 包含水泥 还有造质股 今天在族群表现都是涨的比较多的 特别聚焦在钢铁股 钢铁股因为有看到 韩国的钢厂价格是在拉高的 所以就更加的期待了 我们在中钢 接下来也要开盘价了 二月内销盘价是不是涨势确定呢 在昨天看到了钢铁股尾盘 就已经有资金先卡位 今天族群一片红通通 继续拉涨 星光钢 强芯 中钢 士丰以及建昌 加大第一铜 叶辉 东河钢铁以及丰鑫 原物料族群也看到了水泥刚提到的 以及造纸类股 今天在族群性当中 也是相对比较有称的传产焦点 再来就是吃吃喝喝内需消费股了 接下来要进入廉价了 已经真的快要放假了 脚步越来越靠近了 最近有很多的餐厅都呈现大爆满了 所以看到了最近在一些餐饮消费类的 股价确实特别有支撑 绿界科技 六角 美儿快 精华 亚洲章寿司 美食 王品 泰山 圆百根 豆腐 安心统一 富野 大鲁哥 汉莱美食等等等等的 所以看起来是不是能够从这边下手 来寻找红包股 红包标定呢 请教到的是亚洲头顾胡玉堂分析师 玉堂你好 武恩 因为各位投资朋友大家有关 在消费类 消费族群看起来是比较稳定强健的 确实年假快到了 大家都在安排一些旅游的行程 所以在消费类股是特别有支撑 那航空股呢 身边听到蛮多人都准备要出国旅游 那为什么航空族群好像跟消费类股有点拖对 跟观光类股有点拖对 航空双雄今天的股价还是飞不高呢 好 因为航空双雄我们在之前里面有谈到 其实跟旅行社一样 在去年还没解封前 已经有先反应这样的利多 我们可以看更长的线型 不管像是什么三富旅游五富 插罗滑航 在去年的上半年 那个时候还没解封 股价都已经先飙高了 甚至是那种旅行社的个股 业绩都还没有出来呢 股价都涨到历史高 所以我们之前就谈到 解封开放过后反而是 股价的表现叫利多出境 但是业绩是没有问题 但是股市就是这么有趣嘛 你说当然业绩是支撑股价的一个动能 但是有时候利多会反应在前面 所以当然解封开放 我觉得客运对花旺床行 绝对是一个加分 只是货运这个部分 它的运价是下滑 甚至是股价最近也比较不得到市场买翻的青睐 所以反而去聚焦在一些 像刚刚谈到的观光房店 不管像是先前的云品精华 已经先冲高一段 那内需指标我觉得是良性的轮动 像是最近东道的智卫 智卫本来就是做这个3D飞行剧院的 在去年底它的法说就有谈到 这个国外的一个游乐园的街张非常好 那来自于内需消费的部分 像它在基隆台北的微风南山 还有高雄都有自营的这个所谓的 那种三地剧院的一个 游乐园的一个自营店 那原则上没有意外的话 在目前看出来的讯息 那个售票的情况都相当踊跃 所以智卫有点就是补涨 你看先前股价其实没什么动 这两天补量 尤其今天是跳空开的高 过了大概这一个月的横向整理区间 我觉得短线上它还有动能 那内需消费最近轮到的就是电商 我们在之前也有谈到嘛 网购甚至一些直播销售的一些浪潮带动之下 再加上普发六千块 内需消费的带动 你看像富邦美 这个算是电商的股王 最近的股价投信很爱 已经买了快两个月 从去年底买到现阶段 富邦美已经是挑战年限的位置 那最近崛起来的是我们在之前节目中 也有谈到的就是五三二一的美额块 那我觉得美额块的部分跟进补涨的空间 甚至以它股价的委屈度 我觉得是有的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美额块它做的主要是 那种网红流量变现的一个部分 像是品牌的推出 那这一块是未来电商的一个主軸 各位如果有在买东西就知道 现阶段很喜欢是看这些直播组去购物 不是传统的去网红网页买东西 所以美额块来讲 这一块占它营收占比大概三到四成左右 因为这种直播商机的部分 它的转换率比传统电商高十倍 那美额块算是台场当中 应该是最具指标性的个股 走网红电商这一块 然后毛利率相较于刚刚谈到的富邦美 它高出非常多 富邦美的毛利率 你看那财报大概十%而已 但是美额块的部分 因为有自由的品牌 还有一些软体的一些建制销售 一些通路等等 它的毛利率是高达三十六个percent 比富邦美高出非常之多 而且本益比说真的还算相当委屈 因为它去年大概可以赚四块五 今年的话 原则上之前法人的报告都预估是双位数成长 五块多到六块都有机会 你看富邦美去年赚不到20块 这个股价来到快800块 本益比是40倍 那美额块来讲 如果今年有赚到五块钱以上的水准 然后毛利率又高达35 36% 甚至接近40%之多 又比富邦美高非常的多 那现在本益比大概才十五六倍而已 那你如果有机会拉高到 不要讲40倍啊 二三十倍我觉得都还算是合乎的一个范围 所以短线上美额块 我觉得先去挑战年限98块 甚至三位数这个百元的关卡 我觉得有这种向上拉抬的一个比价性的效应 可以这样去期待这个内需的一个消费性的个股 然后再来最近这几天 大家已经是聚焦在报股过年 那我觉得内需股他们手机的业绩 第一个一定会有支撑 不管是我们先前谈到的游戏的股王心想 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可以报股过年的 就是消费啊游戏类型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电子股 我觉得可能就是今天在等待台积电的法说 但是我们可以先从过去聊到的 这个铜箔基板就是PCB PCB上游已经先动了 因为PCB是电子支母景气的风向修 你看最近铜价在涨 金居的部分 这个三大法人买得很积极啊 股价这一波已经率先攻高了 所以我们之前有聊到吗 你把金居作为指标 同样做铜箔的像是这个4989的龙科 我觉得股价好像是有委屈了点 因为金居已经挑战年限 然后战前高了 以龙科来讲 因为第一个 他所做的一个产品别的部分 在之前法说就有谈到 像是5G高频高速的产品 到电动车的部分 这两块的营收 甚至是说接单 它还是相当乐观 那如果以目前的一个形态上来说 年限位置 这个龙科的年限位置是在30.8 现在股价是在26.7 那8358的金居是已经过年限 股价创波段高了 所以我觉得它会有一个带动性的比价效应 所以以龙科来看 我们可以去期待 短线上是不是有机会 第一个以技术面来讲 挑战到这个年限30.8 这个初步性的满足 而且同价上涨之后 第一个对他们今年的同伯的报价 它会一定的一个推升力道 那再去想一个问题 去年同价之前落底 所以这些同伯厂商 第一个在手的低价库存 反映到今年的营运状况 如果能顺势调涨的话 毛利率它会提高 因为去年是毛利率衰退 但是今年风水轮流转 同价上涨之后 报价提升之下 毛利率会提高 所以短线上你可以去留意 在整个PCB上游的原材料 金居 龙科 到台光电 6274的台药 其实最近的形态 都已经逐出底部转强了 所以反映在整个电子景气的话 就差台积电法说 所以台积电法说 大模式看很好 当然我们就看 接下来后续的表现 但是你可以聚焦在什么供应链 你看3680的加征 这个营收连两个月创新高 今天的股价表现也相当不错 再来我觉得算是黑马股的 就是8038的长元科 你看长元科的部分 它在去年第四季的营收 大爆发 年增670个percent 你没有看说 为什么营收突然暴增这么多 因为它 这几年的一个调整之后 它拿到了台积电的一个大单 就是这个晶圆厂 UPS 离电池模组的部分 那这一块的出货 是去年第四季 开始去做一个放量性的出货 再加上台积电的一个大单溢注之下 对长元科来讲 这个今年的整个营收获利的状况 应该会出现一个大转机 因为过去是亏损 但是你看它第四季的营收 是成长了快七倍 所以原则上我觉得长元科来讲 股价目前还处在一个季线之上的一个多方架构 这几天刚好压回到 这个十字线跟月线附近左右 你可以去期待 台积电如果把说是出来不错的展望的话 再加上长元科 它做的这个离铁电池模组的部分 除了是在这个各大晶圆厂所使用的情况之下 电动车使用量也会增加 因为以离铁电池来看 它的安全性是更高的 所以我觉得台积电的部分 如果你压保法说是有不错的市场反应的话 相关的供应链也可以多加留意 非常感谢普吉堂分析师 帮我们的解读观传